單獨鬧離婚 六月求助牧師 六月和李懿 從交往到結婚 邁入第七年 這對姐弟戀 就像是對歡喜冤家 三天兩頭就吵架 曾經吵到要去簽字離婚 剛結婚的時候 就是真的每天為了錢 然後為了生活習慣 吵到就是常常講說 那不然離婚 然後每次就是剛好 都挑禮拜六禮拜天吵架 都說離婚 好 我們趕快去辦 然後禮拜天 人家護證事務所沒開 直到隔離又很好 對啊 據了解兩人已經三度吵到 要鬧離婚 吵架的主因來自於 成長價值觀的不同 六月的媽媽從小吸毒喝酒 讓她養成了獨立自主的 強悍個性 但李懿卻是生活白癡的公子哥 不會做家事 也沒有儲蓄家用的觀念 她在跟我結婚之前 她不知道洗衣機是什麼東西 她不知道西瓜是油籽 一路喔 衣服脫 褲子脫 然後偷偷偷偷偷偷偷 偷偷偷偷到進廁所 然後洗澡 然後你就一件一件一件收 後來他們到教會找牧師諮商 兩人開始互相調整 彼此的心態和習慣 吵架的時候 就自己找方式消消氣 兩人的關係才漸漸改善 男女朋友會吵到你死我 真的你死我活 或者是就是甩門出去或幹嘛的 夫妻吵架 我們也是會甩門 也是會出門 但一個小時之後就回家 因為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 六月去年生了第二胎之後 裁員廣進讓她靠代言和直播節目 年賺一千多萬 李懿的收入雖然不如她 但日前六月生日 她大方送上鑽石項鍊 和鑽戒當禮物 小兩口吵吵鬧鬧 還是很幸福的 一週刊閃的不要不要的報導 楊殺顫 在百多萬 stops 佛聚集 佛聖 name 葛聖 name 台南 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